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年代 iPhone是人手必备的智慧手机之一 iPhone由苹果公司于2007年推出 其时尚设计、卓越表现和优质用户体验 让iPhone成为当今最受欢迎的手机品牌之一 这段影片将深入探讨iPhone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叫iPhone iPhone是什么 iPhone是一款智慧手机 由苹果公司开发和制造 它是一个革命性的手机 通过其独特的设计、用户体验和功能集合 引领了智慧手机产业的潮流 它使用iOS操作系统 这是一个由苹果公司专门设计的操作系统 旨在为iPhone和iPad提供最佳的使用体验 iPhone的设计与其他手机有所不同 它采用了一块大萤幕和触控式操作 这让用户可以轻松地通过点击 滑动和缩放等手势操作来使用手机 同时它还有一个独特的Home键 可以用来打开手机 返回主萤幕 启动Siri语音助手等等 除此之外 iPhone还采用了高品质的相机 高清显示器、高速处理器等技术 使其成为一个功能丰富、性能卓越的手机 为什么叫iPhone? iPhone这个名字来自于Internet和Phone的组合 当时苹果公司希望推出一款可以轻松上网和打电话的手机 因此将这两个单词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iPhone这个名字 iPhone的命名方式也是苹果公司一贯的风格 它喜欢使用简洁而有意义的名字 例如iMac、iPod、iPad等等 这些名字都具有异技性和强烈的品牌认知度 这正是苹果公司所追求的iOS系统创新与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苹果公司逐渐完善了iOS操作系统 为iPhone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性 从iPhoneOS 1.0到现在的iOS时期 操作系统不断升级更新 新功能不断推出 为用户带来了更好的体验 作为一款非常受欢迎的手机品牌 iPhone在现代智慧手机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iPhone的成功背后 不仅仅是由于其设计的优雅和时尚 还因为其提供了非常良好的使用体验和优秀的性能 在iPhone推出之前 智慧手机市场并不像现在这样成熟 然而iPhone的推出给整个智慧手机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它不仅仅是一款可以用来打电话和传短信的手机 更成为了一种整合了多种功能的移动装置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